在第四節一開始 這個失誤想太多阿巴西來了 賽前有提醒我們自己的球員 能進季後賽的球隊 都是非常強的球隊 尤其是上一場 我們贏的分數比較多的情況下 對方一定會想盡各種辦法 這樣孤底翻身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我們最大的問題 在領先的時候心情稍微放鬆 而且節奏一度因為 因為我們領先分數多了 那太陽這一塊把速度打快的時候 我們反而跟著他的快 反而這個時候是造成我們最多失誤的時候 在進攻方面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後面事實上有幾個 我們在節奏上面是抓得不太好 另外有幾個防守上面的策略也沒有資金 我想雖然我們贏了第二場球賽 但是我們還是不會鬆懈 我們還積極準備第三場 希望在三場之後能夠贏下這個比賽 讓自己球員在冠軍賽之前 也多一點休息的時間 第一排前面有人投跑 林秉勝輕鬆的上籃得分 我覺得今天大家打得不錯 然後雖然說中間節奏其實我控制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一直想要過對方後尾 因為他是壓迫 然後節奏沒有壓住 然後導致那幾波進攻有點亂 所以希望在下場比賽 我能夠把節奏控制得更好 讓維漢有更好的休息時間 然後讓我們順利的前進走冠軍賽 我認為我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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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整個中間我做得更好 我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我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來跟我們做得更好 都會有一點點 從來和來 我們仍然有110個獎 在外面 在比賽中的過程中 我會想過 对比较游戏